全红禅与陈玉希 谁将问鼎巴黎奥运会跳水冠军 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日益临近 中国跳水界的两位新星 全红禅与陈玉希 成为了国内外媒体和观众关注的焦点 全红禅天赋异禀的跳水新星全红禅 2007年出生于广东湛江 自小便展现出了惊人的跳水天赋 她以其出色的身体条件 卓越的技术水平和惊人的心理素质 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为中国跳水队的新星 2020年年仅13岁的全红禅 在全国跳水冠军赛中一举夺魁 随后更是在东京奥运会上 以近乎完美的表现 夺得女子单人十米跳台的金牌 让世界为之震撼 陈玉希稳定发挥的实力派选手 与全红禅相比 陈玉希同样是一位不可忽视的跳水高手 她出生于上海 自幼便对跳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逐渐在跳水界崭露头角 近年来 陈玉希在国际大赛中屡获佳绩 不仅夺得了2022年世锦赛 和世界杯的单人跳冠军 还在多个项目中 与全红禅携手摘金 展现出了强大的团队精神和实力 陈玉希的跳水风格已稳定著称 她能够在比赛中保持冷静的心态 将每一个动作都做到尽善尽美 此外 她还具备着出色的身体素质 和强大的技术储备 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比赛环境 在2024年世界泳帘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 陈玉希以出色的表现 摘得女子单人十米跳台的金牌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谁将问鼎 巴黎奥运会 对于全红禅和陈玉希而言 巴黎奥运会无疑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 两人都具备着争夺冠军的实力和潜力 但谁将最终问鼎 却充满了未知 从技术层面来看 全红禅以其优雅的动作 和水花消失术著称 而陈玉希则以稳定著称 在比赛中 全红禅的发挥往往更加惊艳 能够给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享受 而陈玉希则更加稳健 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然而 跳水比赛不仅仅是一场技术和身体的较量 更是一场心理和意志的考验 在奥运会这样的重大赛事中 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红禅和陈玉希都经历过多次大赛的洗礼 具备着较强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 但谁能在关键时刻 更加稳定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将决定最终的胜负 此外 比赛中的意外因素也不容忽视 在跳水这样的项目中 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 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因此 无论是全红禅还是陈玉希 都需要在备战中做好充分的准备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或许愿与好